香蕉皮煮水的功效一致痔疮和便血将香蕉皮用水炖熟,或者把香蕉莲皮放在火上烤,趁热吃,可以治疗痔疼痛,缓解便血症状,还能通便。 二致皮肤臊痒症香蕉皮中的胶皮素,可以抑制细菌和真菌滋生,能治疗因真菌或细菌所引起的皮肤臊痒及脚气。 将新鲜的香蕉皮在皮肤臊痒处擦拭,或导成泥沫,或是煎水洗,连用暑日,即可起效。 三致口腔潰痒将香蕉皮晒干,加上一味中药火炭木,又叫火炭毛,一起包水,并用适量红糖调味,喝了可以致口腔潰痒。 四致疯火牙痛香蕉皮和冰糖一起加水煎炖,每天喝两次,能抑制疯火牙痛。 五致疗顽固性咳嗽,干咳香蕉皮加冰糖熬水,坚持每晚喝,止咳效果很好,可治疗顽固性咳嗽,干咳。 六降压,防中风取鲜香蕉皮煎汤代替茶饮,能起到扩张血管的作用,可以辅助降血压,防止中风核心绞痛。 七明目,抗忧郁味成熟的香蕉皮中含有色氨酸,可以平稳血倾诉,缓解抑郁。 剁碎,水煮,或榨汁均可,香蕉皮可以当成势力保健的饮料,但是,肾脏病以及糖尿病患者应该少吃。 巧用香蕉皮易滋润皮肤,防冻疮香蕉皮能使皮肤滑润,防止皮肤过干引起的均裂。 如果皮肤已经裂了,将香蕉皮在裂口处摩擦,用数次即可治愈。 另外香蕉皮捣烂加姜汁能消炎止痛,搓手足可防止冻疮。 二致疮用香蕉连皮捣烂外敷,有清热解毒的作用。 三致油将香蕉皮敷于油表面,能使其软化、脱落。 用这个方法可将头及脸部的油质好,且不易复发。 香蕉皮的其他日常功效一皮衣清洁剂用香蕉皮擦拭皮衣,皮质沙发,能够长久保持光泽,延长寿命。 还可以用来擦洗油污多的地方,如,油烟机和灶台,方便清洗。 二催熟香蕉皮能分泌一种催熟剂,将未熟的水果,如,芒果,与其放一起,很快就会变熟。 三节酒香蕉皮煮水喝,能起到清粒头目的作用。 三节酒香蕉皮